好 作为杜琪峰的御用演员 在即将上映的《三人行》中 古天乐也有份出演 日前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期间 他也透露了不少电影的幕后故事 听起来可是相当的惊心动魄 虽然在《三人行》中 古天乐和赵薇没有感情戏的纠葛 但两人却有另外一种情谊接触 瞅我耳光 是真的要打 你打一起真的比打一八次 假的好看 所以从开始的时候 已经告诉他们是一定要 一定要真的 没有见位没有放水 导演下令来真的 于是古天乐就足足抽了赵薇 一晚上的耳光 以至于赵薇的左脸 很明显红的泛肿了起来 需要冰敷 见状赵薇忍不住跟编剧要求 问能不能再写一场戏 让他打回去 虽然编剧满足了他 不过这结果吗 最后的一场戏 就是他打回去说 他要打我一八架 然后他听到很开心 他说我终于可以到时候 然后就是他以为得多打几次 但是一条步 虽然古天乐没有受多少脸部之灾 但在拍摄一场枪战戏期间 对着玻璃打的古天乐 却发生了更惊险的一幕 虽然玻璃扎不大 但足够让古天乐心有余悸 毕竟私底下古天乐的胆子可是非常的小 片中赵薇动手术的镜头 他就不敢看 让人不免感慨 演了那么多次警察 原来都是壮胆来的 剪出来之后 哇 好多的东西 真的很恐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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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